安妮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姓名笔画的女人 是值得交往的姐妹涛 我们值得交往的姐妹涛 有分好几种 一种就是讲义气 一种是大方的 那一种就是比较随和的 你们说什么就什么的 吃什么也都无所谓的 我们先来看这种讲义气的 这种讲义气的 其实大家最爱教的 这个就是不管哪一个格局 有对到都算 这个就是有16画 26画 36画 有这些比划的人 特别特别的讲义气 当我们有这些比划的人 这个我们不管哪一个格局 有这些比划的人 都特别特别的讲义气 什么叫讲义气 你知道讲义气的人 还会顾到对方的面子 比如说 比如说雨童她现在很穷 她没有钱 那我想要帮助她 我会说雨童这个钱给你 我可能会看到 她最近她缺衣服 我会说这衣服我多买了 然后这个菜我多买了 然后比如说她有小孩子 她也觉得说 我老公又多买了 这些小孩子的衣服 那我孩子长大了 穿不了了 她会给对方找借口 然后去帮助她 这种讲义气的呢 会想尽办法去帮助对方 然后还会给对方找理由 让她是很辛难地接受 不会有自尊心受伤的 有的人帮助对方的时候 还告诉杜琳 这个是我特地买给你的 我花了多少钱买给你的 这个是还有再一点人情在 但这个讲义气的呢 它还会顾虑到你的面子 顾虑到什么 你的自尊什么的 然后还让你接受的是很舒服的 真的 这是我多的 你拿去 不然我就丢了 你丢了也是丢了 对 对 这样有讲到义气吗 有 我没有觉得 不是把要丢的给我 这是我很重视的 我觉得特别适合 因为我常常都会送李懿化妆品 跟保养品 因为她都舍不得花钱 然后我就会买 然后我就会买一些多的 然后就会给她 然后她就会说 没关系 不用给我 我就说没有 我真的是用不完 然后就会送她 所以她整个化妆包 其实都是我的化妆品 这我觉得真的蛮准的 因为你有21话 21话也有这种细心 还有说我们不管哪一个格局 有这些的话 它也都 因为我们有6的人 还有21人 她会比较主动去帮助别人 不需要你告诉我 我现在很穷 或者是我需要什么东西 而去帮忙 她会比较主动的去帮对方 然后为对方去着想 然后再来我们看这个地格 地格是在金钱上面 它是比较不计较的 像这些也是都是在金钱上 比较不计较 会主动去帮对方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出门 他会比较抢着买单的 我们看看 这些人也会 然后地格有这些的人也会 因为地格代表我们的库宫嘛 所以他会比较主动去抢着买单 因为有16话18话19话 他出去总觉得我吃别人的 会很不好意思 像宇童就会 好 我不想要这个 我可以不要这样 你的本名是这个吗 对 右边的 本名25话是比较会算的 比较会觉得说 我该付的付 不该付的不付 但是因为你是 宇童是义名嘛 你并不是身份证改过的 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出身 就有这些名字的人 像我自己就是了 我就出去很不好意思 让人家花钱 我会觉得说我先买单 先买单 哪怕身上只剩下五千块 等一下那个要四千块 我还是先买的再说 就是说自己会比较不计较 这个在地格 地格有这些笔画的人 其实出门花钱会比较爱面子 你知道很多人他不计较 不代表说我就是很有钱 我出去都我请了 但是我会觉得说出去嘛 反正就是我先买单的再说 因为有时候会觉得 要跟大家一个一个收钱 好麻烦哦 算了 没关系 反正下次可能还会出来吧 那就下次不然就你再请 但通常下次也还是我付钱这样子 因为你本名25话 他会比较会思考一下 所以你会看情况 所以你两种名字都在用的时候 你就会有时候 你如果很喜欢的朋友 你就会不计较 你如果觉得这是普通朋友的时候 你那25话的个性就会跳出来 所以你会变成有双重的个性 我可以切换就对了 对 好像 净存也属于不计较的 净存因为它有26话在 对啊 26话 它讲益下又不计较 因为它这个26又绕在它的地格 所以它就是买东西 比如说我去菜市场看到这个 是有机蔬菜 觉得很好 我就会买双份 比如说我跟朵琳里很好 我就会买双份 或是我们四个姐妹很好 她一次就买四份 我们出去吃饭都是她买单 这样买到有一天吃饭点完了 她是属于讲义气跟不计较 我想点那么多 神经病那么贵 吃到一半 她儿子就属于计较型 说阿贝今天谁请客 那一餐 那一餐又特别贵 我等一下 当然是阿贝请客 那以后 你要带马克出吗 我真的没有办法选她 我比较喜欢她 姐姐 为什么 真的好好笑 为什么我们说这些是讲义气 因为她6是一个动力心 她会主动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 所以净存的26是跑到地阁去 我们有这个动力的时候 她会主动的去买单 主动的去做很多的事情 有动力心的人 为什么她还带计较就 带那个讲义气就这样 然后另外一种人呢 也是你会觉得说姐妹 她跟她出去也很好 她不见得大方 她也不见得讲义气 但她出去她会比较没有声音 就是说我们出去 比如说我们要去 今天是等一下是要看什么电影 或者是要逛街 还是要喝下午茶 她会说好随便 都可以 这种也是姐妹她会很喜欢的 这个就是说她脾气比较好 因为有20话22话29话的人 因为她比较懒 反正出去都你们处逐嘛 要吃什么你们做什么 就是她配合度高 好像熊熊 对 一定是熊熊 应该是她 对 这台小熊不在乎吃什么 她只在乎讲话 对 对 我们姐妹她有分很多种 真的 一种是讲义气 如果都是讲义气 那你抢买单 我也抢买单 两个人可能为了买单就常常吵架了 那如果大方的人也是一样 像这种的配合度高的 也是很多姐妹很喜欢找她做 你知道很多姐妹我心情很不好 我喜欢找人聊天 我只是喜欢有一个听众而已 她是一个很好的听众 你在哭的时候 你在情绪不好的时候 或是你发脾气的时候 或是你很喜欢做主的人 她是一个很好的陪伴 很好的听众 也是很好的诉苦的对象 那这种往往也都会成为 我们的姐妹涛 其实我们的姐妹涛 比如说我们四个人 六个人 几个人 我们要有好的听众 要有好的买单的对手 要有好的这个 这样子的组合才能够成为四号 如果大家都出来都不讲话 你知道我也看过那种 出来都不太讲话的 然后四个人约出来喝咖啡 四个人就在那边划手机 那出来就什么 那干嘛聊 那干嘛出来 但是也有人这样的 如果四个人组合都是这样 那也会很无聊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要成为好姐妹 好姐妹涛的时候 她要多种人都有 那她组合起来的时候 她就是一个很好的姐妹涛 那这样大家相处 就会是很和谐的